郭台銘陸籍新加坡 不只是郭台銘這已經不是新聞了 蔡全生、曹全生一些有錢的人都轉到新加坡去了 有的人假設是不是要掏空台灣 台灣不可能被掏空了 不太可能 歐巴馬簽署國防授權 占領全國給台灣的一份聖誕大 他要下任之前就簽署了這個 國會給他通過 這次的國會那個國防醫生是6100多年 6100多年 國防授權好生效 關鍵是在這 重點是 對不對 他說美國的高階禁士將領 國防觀點的交流 首度不法生效 所以美國的國防部來到台灣 除了對軍事上運作之外 因為他可能會讓人家解釋整 這國防觀點代表美國政府 可是在美國的認定上不是這樣 如果美國軍政府要到台灣 一定要找台灣民政不可能找中華民國 因為他剛好就在台灣民政不可能 跟中華民國政府之間 他必須要做一個所謂的 有一個一些動作出來 然後一些動作出來 好 這是每 這個圖也是 為什麼會有這張圖 有一次我做法理行團的時候 就有人 唉你們不要信美國 好遠啊 結果我們一看 美國在亞太地區 有35萬的軍人 然後船艦有2000架的飛機 180艘的船艦 都在亞太地區這樣去掛掛 也就是說 中國很清楚台灣現在的狀況 也沒有安保條約綁住 你說中國也敢打台灣 他們 除非他真的非常有保護 否則的話 很困難 因為美國在很短的時間內 可以派 就是馬上控制住 而且台灣跟這個中國非常的近 台灣的地位 不可能被美國輕易放棄 如果說即便 美國為了利益要面臨到 要把台灣處理掉的話 有假設 這是一個假設計的問題 他絕對不會把台灣放掉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地位 他的軍事地位太重要了 因為現在中華民國 一直灌輸台灣人說 他把一島鏈的線是這樣畫 不包含台灣 那這樣畫的意思叫什麼 把台灣我內涵畫 這個部分美國會同意美國 主隊不會同意 你怎麼拿我的佔領地 就成為你的中國人 那是因為 這也是美國人 你找了中國人來 結果中國人要給你搞這樣 我在想 因為美國應該會有很多動作 很快就會有動作 有沒有 美國國務卿提勒生 美國對台灣的法律承諾 及道德責任 有沒有 這裡提到 台灣人民是美國的朋友 不應該被當作籌碼 美國對台灣 既有法律承諾 也有道德承諾 但他表明 三下公報一個中國政策 是美關係的重要基礎 根據這項政策 美方承認中華人民國 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策 所以這裡有提到 法律承諾 我是覺得還不夠清楚 他其實可以講得更清楚 你到底是什麼法律承諾 你到底要盡什麼樣的義務 你能不能明確的 讓台灣人知道一下也好 對不對 我相信按照國法受全法 美軍到台灣是 已經是必然的 已經是必然 這個我們 我用指引 因為這是美國的法律 那美軍要來台灣 需要跟中華律國講嗎 也不需要 也需要跟中華律國講嗎 也不需要 也需要跟中華律國講嗎 所以他要來就來 但是他必須要有一個立場 他有一個立場 好 美國M-35B 戰機守住海外 派1716架 先來了12架 這個已經來了 這個已經來了 M-351 聯國基地 有沒有 121 中華律國 其實這個F-35B 很多人在問 日本買的是F-35A F-35C是那個艦載機 美國航空母艦的艦載機 F-35A是空軍在使用的 那F-35B是什麼 是陸戰隊在使用的 是這個突擊艦 兩棲突擊艦 這邊你看 這個 雖然這個還不是 未來這個要停靠的是F-35B 那F-35B它是可以垂直起降 垂直起降 那F-35B 有一個比較 比較 讓中國 感覺到比較緊張的就是 它可以攜帶核彈頭 就是所謂的戰略性的導彈 戰略性的 它除了可以帶這些危險的武器之外 它也可以怎麼樣 可以成為空中作戰的平台 空中作戰的平台 空中作戰的平台 也就是說 它一架F-35B 可以帶領二三十架的那個 F-18或者F-16 來 它可以取代E2K E2T的這樣一個 監視的功能 那它的距離 它的有效距離 至少50公里 也就是說 F-35不會讓敵機接近它50公里 因為50公里就會被發現 所以它可能會 會在一個很遠的自空自空的高度 連結這個雷那個 衛星 再連結全球的資訊 再連結海上那個企圖艦的資訊 或者雷達艦的資訊 或者在陸基上 比如說在台灣 周遭有沒有 台灣的周遭這裡 它的這個附近 它就在這個地方盤旋 不會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 只要中國一侵入 這邊住一定會有動靜 就像上次有沒有 從白 看遼靈艦從這邊進來 從那邊出去了 那這個時候 這個其實它是一個很愚蠢的做法 遼靈艦走這裡 其實很有可能會被殲滅掉 被秒殺 因為台灣目前 既有了這一些武器 可以把秒辦 在一定的時間裡把它整個集成 等於空它空軍 飛的什麼蘇凱30 都很快 因為蘇凱30 再厲害也 也跑不過那個 天空飛彈 因為天空飛彈 比它速度快完備 比它快完備 所以這個 它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危險的事情 因為它目前的 它是像說 我們已經有能力了 我們旗組件有能力 來反制你們的一些搗蛋 可是人家給你 飽和攻擊的時候 你全部都會被集成 就會被集成 所以這個 我在想它一個 如果它要常常這樣子的話 不小心來一個 來一個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霧射 哇 那就好玩了 那就好玩了 有沒有 垂直起降 幫我撥那個F35的 那個 垂直起降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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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給我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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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的太平洋艦隊 在日本航空艦隊的航空母艦 他現在到美國去做F-35C的換裝 一部分的F-18換成F-35 你要折疊的做到F-35C艦載機 很快這一艘艦就會回到奴港 就是橫溪客奴港 CPN-73就是華盛頓 有了這一些艦載機 再加上附戰隊的艦載機 他是隨自己降的 所以整個西派西太平洋 美國最精銳的武器 都已經推進到西太平洋 最後一塊拼圖就是台灣 台灣有很多很好的基地 可以讓美國的軍事設施降落在台灣 降落在台灣 那這一些事情 早在兩年前 美國就已經規劃了 所以美國就有一天 有一天就突然間做了一件事情 突然間做了一件事情 讓他去 讓這些周遭的國家 尤其是中國 你們應該要看得懂 你們應該要看得懂 來你幫我放那個 F-18的那個 有了有了 馬居然降落在台灣 讓人家驚醒是說 第一個 美軍到底感受到什麼樣的威脅 要把他的飛機降落在台灣 還有這個地方的情勢 現在出現了一個什麼樣的變化 還是說 這個南邊要出發 它就是一個 飛機故障的故障不停在這個地方 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議 不但是一架 而且還是兩架 在波灣戰爭之後 美國和歐盟全世界最主力的戰機 F-18 是 兩架降到了我們台灣的台南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 傳出來的資訊裡面 當時他們今天就陪著一個 美國的最高軍事精密 什麼最高軍事精密 A6B的電戰機 也在我們的上空 電戰機 電戰機不是去 專門去偵測 了解對方的耳目的嗎 電戰機不是一般的偵察機 它是電子作戰 它是專門針對的是 所有的電子作戰的參數 甚至於在空中 就直接進行電戰反制的 這個一個最高軍事的飛機 它有能力把你的 雷達法理中的訊息 全部給它換掉 那更不解釋 跟他之前講說 它是疑似機械故障 它要採取孕防性的拓降 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講是 美國根本是不可能 做這件事情的 為什麼 我們知道說巴巴夫災的時候 是 它從全部都沒有辦法的時候 希望美國用凱莉士那種 超大型的直升機 把我們釣了那些 三毛端這些器具 能夠繼續支援 美國呢 它也是不讓人靠近的 是我們任務隊長啊 我們三班的人員啊 做大人直升機 到他們航空母艦 對 到航空母艦之後 他們直升機再把我們人給駕過來 你說其實被巴巴巴夫災 尿零狀狀況下 在那樣的一個人命關鍵的狀況下面 他們的直升機要上空 然後再排旋 要放了以後 要慢慢下降 把東西放下來 還是沒有人命 又在空空排旋 又離開了 也就是 過去 美中台三方的默契師 以美國的軍事力量 美國的武器 美國的軍事設施 絕對不會碰觸到了 台灣的土地上面 你在巴巴風災的時候 你只是一個 坦白講 那樣的直升機 也不是什麼多高的軍事機密 你F18還是疑似有問題 你就趕快地給你破駕 下來了 而且還不是一下 還有兩駕都給你下來了 是 真的是要緊急破駕的話 在屏東的空軍基地 在高雄有小檔機場 是 你為什麼還要繼續往北飛 你直接到這邊真的很緊急 所以直接下來了 你直接下來了 你為什麼還要往北飛 要彈下去 才要架落下來 而且架落的時候 如果是破駕 你就趕快地破駕 那個規格也是不一樣 怎麼樣的規格不一樣 我們的IDA5 還有兩架先飛上去 幫他做前導機 帶你到台南機場 這樣子給你下來 之後還有時間 衝容到做前導機 還慢慢幫你帶下來 帶下來之後 你不是緊急破駕嗎 寮機先過來 好像是寮機下來之後 看不清楚之後 掌機也跟著下來 是喔 那如果這時候 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如果說你他們倆說 現在這兩架飛機 是負航那個電站機 才上空的 那如果說 你這個有一架搖機 有問題 電站機是多麼機密的東西 對 當時美國的G3C 在台南要過降的時候 上那個東西 是全部不能流出去的 拿咖啡拿斧頭 跟炸的炸 拿毀掉的毀掉 對啊 那就怎麼可能兩架飛機 都下來了 喔 你們兩架飛機都下來了 代表大家電站機 落單了 那當然也可能就是 它因為有一下 那另外兩架 可能在他們的航空母艦上 馬上得到消息 馬上起飛 馬上做保護工作 馬上接受 所以這兩架 落單了就下來了 喔 這邊我們就覺得更奇怪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美國的航空母艦 很近啊 不是在這附近嗎 那你飛飛飛 航空母艦就可以了 那你為什麼在那時候呢 你就直接的 回去拿航空母艦上 就好了 你為什麼飛要到我們的 台南這個最隱密的基地 台南基地裡面呢 當時從日本的時候 就是最重要的一個 空軍基地 然後我們以前在那邊 主義的時候呢 它的基堡 是可以當兩百萬炸彈 你看這基堡進去之後 全部一封 沒有人知道 裡面該幹什麼 沒有人知道 你裡面 可以是滲透和破壞 而且台南基地呢 也是我們在台灣 在回修軍基 能力最強的地方 這時候呢 大家就曉得 F-18其實是我們的一尊 夢寐以求的 去年五月三十一號的時候呢 美國就有一個 非常奇怪的報道 美國的防衛新聞 對呀 突然寫了說 它在討論俄羅斯 還有中國的飛機 可是裡面寫解說 有一頓呢 是由華盛頓打算把 F-18的 技術公司所做的 F-404跟F-404的 這種引擎給台灣呀 這種小型的 small engine 這個turbo engine呢 而且它的重量是說 它跟我們的 IDF的引擎 剛好差不多大 是喔 可是它的動力呢 假如加起來的話呢 是我們在IDF的 一倍以上 然後呢 最重要的是 這樣一個引擎過來之後呢 它可以讓我們的IDF 或我們新幹部這個引擎 我們已經有能力 做所有的飛機的外面了 對 可以說爬升更快 除了引擎不能做以外 我們什麼都可以做 爬升更快 立刻可以上去 攔截的這樣一個引擎 然後這個引擎 所以說它會讓台灣 成為一個Super IDF Super IDF 所以這個時候 去年才講說可能要辦 這個時候 你就把兩架F-18 給送過來了 有時候美軍要來台灣 已經可以做 已經做了一演 它真的來 我想剛剛也是做了解釋 航空母艦隊後進 因為它是艦載機 它是故意從那個基地出來 那要到新加坡 它上面講是講這樣 其實這個是 美軍要來台灣的一個 告訴台灣的說 欸我要來了 我要來了 讓你們知道 我們會挺哪一個機場 就是這樣 來我們再看 台灣 除了美軍要來之後呢 美軍在台灣部署了很多很多的 這些機式設施 而且這些機式設施 而且這些機式設施 是台灣的部門地區的 都是要美國人才可以進去 而且台灣是全世界雷達密度最高的這個地方地區 我們有全世界最有對面的眼睛 我跟你講 你知道嗎 台灣總共有多少個雷達在這邊看了 多少 23個雷達 23個雷達 密度全世界第一 我們的防空飛彈是世界第一 對 我們的雷達密度也是世界第一 你知道日本 日本比我們大多了 全日本類似我們的雷達有多少 對 26個 我們就玩了三個 而且我們這套系統是搶網系統 全世界下一套搶網系統 有幾個 幾個 我們跟美軍的北美司令部 全世界只有兩個 所以 當我們的 那個 飛彩 一打出去 一打出去 當我們的A16 一升上去的時候 是 我剛才跟你講 他不靠雷達指引的 喔 所以你們講 艾伯神飛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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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們的搶網系統 我們的鋪爪雷達 我們還是鋪爪雷達來做指引 所以美國先給我們鋪爪雷達 全世界最大的鋪爪雷達 你在新竹老人看 是 都斷掉了 沒關係 美軍 部署 沖繩 A72 艾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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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日本防衛省的下班禮拜一開始 下班禮拜一要做一個至上的操演 而且美軍雖然不實際太不對 美國的戰友和軍事部門團也要進去 做的是台海兩岸衝突的時候 日本和美國如何因應的對策 這才誇張吧 你說日本最為一個演習模擬 而這個模擬的對象竟然是台海兩岸的衝突 是的 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因為其實早在2013年的時候 日本他們就做了一個統合防衛戰略 他們就說其實呢 我們不能只看我們的琉球 不能只看我們的沖繩 我們要看的是琉球、沖繩和台灣 是化為共同的一個戰區 你說琉球也就是沖繩跟台灣 就共同戰區 真的因為他們當時預想是說 到2021年的時候呢 中共一定會打台灣 一定會打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2021年是中共黨親一百年 黨親一百年他們一定要有一個欺負的東西 才能夠告慰創黨的先列 所以他們就說一定會打台灣 那是最緊張的時候 所以他說當時呢 我們沒有只會說他只是針對台灣 因為呢 琉球沖繩時環島 偷要被列為統一戰區 而當時的中共呢 新的航空母艦兩艘已經出來了 我們當時有聽說兩艘新的航空母艦 所以兩艘航空母艦 一艘在北邊 一艘在巴士海南那邊 壓制日本的職員 然後呢 他過來之後 尖10、20的戰鬥機應該也成型了 然後今天20的戰鬥機加上一些其他的西洋艦 一波一波的 除了打台灣的雷達戰之外 同樣的會打 沖繩時環島 東北島的所有的雷達戰 讓你美麗從此瞎了眼 你說他要倒一台的話 會先打台灣 會先打台灣 同時打下來 然後呢 東風21呢 統統拉出來 東風31統統拉出來 針對你美國 警告你美國 所以他說這個東西呢 這種想地 是日本人在想的 但是呢 日本做了這種想地 2021的想地 但是呢 他們呢 也因此這邊呢 所以這本呢 是由日本第一軍事提供家 小川河九 他根據他們當時的一個想地 然後日本的國防報告說說 所以他要做好反制 而這反制的時候 所以在沖繩這邊呢 絕對把沖繩和台灣 視為同一體的反規 所以呢 雖然很多人說 你的魚鷹機要走啊 你的陸戰就不應該坐在沖繩 我一定要把他放在這邊 因為他們第一個在兩個小時之內 魚鷹機 就要把他們一天的 兩個小時內 直接送到台灣來 送到台灣來 送到台灣來 就叫做 是共同 想跟你說美國 我上桌五屆一站配工 我今天在沖繩 放在這個海駐路戰隊 跟台灣有密切關係 不但是要放在台灣 而且呢 還有跟他們做了十艘西泰米洋特快車 這是最快的一個運輸線 一次就能載兩千人 直接沖繩這邊 直接把駐路戰隊 送到台灣來 直接參戰 他又告訴你說 美國、日本和台灣 是最緊密的 所以你們知道 那個中國 為什麼會 那個上次 國防部長還是什麼 美國的軍事顧問 一些顧問 直接講說 中國預計會在2010年內 會對台動 我想這個也不是 這個沒有原因 一定有原因 為什麼 其實像以中國的歷史 我們去回顧的話 中國跟外 其他國家發生戰爭 通常都是跟他國內的 有關係 國內的情況很糟 譬如說如果說今天美國要跟中國 打這個經濟戰的時候 中國就會很麻煩 那麼中國要去抵抗 他要去抵制這樣的一個 他看他有沒有那個能力 對付 如果說美國這次 這次處理得很好 最新的報導是說 美國跟日本 對經濟的部分 已經有初步的一個協議了 那也就是說可能這些很多 這些屬於美國系統的這些國家 一定會往這個美國那個地方靠 到時候這樣會變成 中國的整個內部的壓力會增加 那中國為了要解決他內部的壓力 他最好的方法就是打仗 他就拿這個來做為他們打台灣的理由 他就開始用他們所謂的民主主義 他們的愛國主義來就是發酵之後 這場上就打起來 那剛剛那個部分 日本為什麼會假想中國會對台動的 也是因為為了解決他們內部的壓力 那這個部分台灣人必須要很清楚這一點 即便你跟他交好朋友 他有一天還是要吃定理的話 還是要有所預備 那這就是這個部分美國跟日本 都已經替我們想好了 那現在他的要求就是說 你們必須要增加國防的預算 那個讓更多的這一些美國武器 進入到台灣 更多的美國武器進入到台灣 那事實上他是用這種方式 讓台灣人在不清楚的情況下 很模糊的情況下 他們的兵力就在台灣 就部署到他們有效的這些力量 譬如說其實一些比較主要的這些 像飛彈部隊 雷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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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個 主控前都在美國手上 現在美國要求台灣的軍方要把 這個飛彈部隊移撥到空軍司令部 那空軍一下以來都是美國在控制 台灣目前的飛行員 全部都是美國訓練出來的 他的養成都是美國訓練出來的 而且我們飛的都是那種所謂的美規的飛機 甚至於如果說他今天要把這個F414這個發動機 給換裝到IDF的話 那是不是美國要跟這些在台灣的這些軍方講說 我有一個條件 我可以給你這個技術 但是呢這個技術不能歪圓 你要接受我的指揮 你要接受我的指揮 好接下來我們再放那個 美國授台赤針飛彈 就看到這個指揮飛彈並不大 他真的非常好期待 也就是如果恐怖分子拿到以後 他跑到你經常跑到之後 就是他一發飛彈就可以把飛機可以打下來 也難怪美國現在發 當成一個非常嚴格管制的武器 除非我非常相信你 除非我非常相信你的彈藥管制 否則刺針飛彈你有錢你也買不到 然後這個保險所有的刺針飛彈 在進來之後 也就是單兵可惜形式的 未來會進入在北部地區 一個特別的地方叫天馬彈戶 那是我們最高嚴守的一個代曉部 美軍還要長時間固定的來清點 他要相信你絕不會外流 才敢把這個飛彈賣給你 你可以說被你刺針飛彈對我們的以後 他每年每一段時間都還來檢查 所以他代表的 不只是刺針飛彈本身 260枚、250枚 他還代表是 你已經通過了美軍對你的信賴測試 他最高機敏性的單兵膝型 你就可以用的刺針飛彈 他卻願意賣給你 中間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我們原先海軍艦艇上面 很多時候防艦飛彈如果不夠的話 你沒辦法敢裝 那這一次現在都很簡單 你只能派這個所謂的刺針飛彈小組 一個或兩個人直接上艦艇 直接到甲板上待命 只要你在台灣海峽這一邊 任何你看得到飛機 你可以瞄準你就有了防空能力 所以補足了我們所有才艦的防空系統 對 所以在這樣的狀動之下 這一次賣給我們的 除了這些飛彈數量極其之多之外 也代表美國以後會變成你的靠山 他相信你這種高機敏度 容易外游的武器 你有它的保管 而且你會用在河裡 而且最有效率裡 剛剛的重點是說 美國要給你這樣這麼重要的武器 但是有一個條件 必須我要信任你 為什麼美國那些重要的武器 像譬如說要買F35 美國為什麼不賣 因為這個武器 美國還必須要保住它的這個 這邊的關鍵技術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經營的出入太容易了 所以很難控管 那這個次政兵他們有辦法控制 武器信任 那他已經到了這個階段了 請問一下他在告訴我們台灣有什麼 意思就是說 美國對台灣的整個軍方的控制 已經成熟了 已經成熟了 甚至於你們看不到我們 但是我照樣可以達到控制的這個能力 比如說像那個F22 F22他現在已經駐守在日本的那個基地 當台灣發生了任何動靜 美國可以 美國在沖繩 或者是在別的基地的 這一些飛機 可以在五分鐘內到達控制 控制的那個 甚至於在沃克娜那裡的島鏈那邊 他就有辦法把台灣海峽的飛機 長的都殲滅掉 所以基本上美國實際上 台灣你們不要有太先進的武器 給你們也沒用 反正你們也不能實用 實用的是到時候 像阿帕奇 阿帕奇這個武裝直升機 到目前為止可以飛的 叫做只有四個 那30架是打什麼 如果真的發生狀況的時候會怎麼樣 馬上 美軍的23隊 陸軍的23隊 就馬上派過來 由他們來飛 因為他們熟悉這些 因為這也是阿帕奇的這個中隊 所以這個整個接軌的那種方式 已經很清楚了 很清楚 而且已經很明確了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再看那個 一之一 一之一 這個部分是在講 就是說 台灣人都不知道 台灣在2003年就已經被 很 就是公開講說被美國控制了 因為 媒體已經揭露了這件事情 現在台灣宣布說 我們要在台海中縣這個地方 進行空軍的實在操演 我們將動用了新竹空軍基地 清泉剛的空軍基地 老公覺得這是一個挑釁行為 難道我們過去真的不存在這個地方 進行這種實在操演 1999年9月7號 人會的兩國論公布以後 老公直接親門踏入 他接管了 直接中縣的 整個中縣的空域 他接管 在那種狀況下 他迫使我們去向飛行 租建了海域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在海域 我們就跟飛行坐海域 租空軍 租空軍 來演練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在海峽中間 再進行任何演練 進行演練 就形成一種挑釁 形成一種危險 對不對 那而且2001年 小布希上來以後 發現兩岸極不平衡的這個狀況 他從2001年開始 進行了六波 對台灣所有的軍隊的潛艦 從空軍 海軍 到護衩隊 都美軍來使用 對不對 他一波一波 一個一個一個 進行了六波 所以在這次的狀況下 巴塞海峽的時候 當中國的這個飛機 我南部來 來的時候 同時間 我們的飛機 跟美軍的 潘平洋實力 出來的飛機 都整個合了 但是這次的不尋常在哪裡 他第一次看到了後面 看到了巴塞海峽這個後面 其實最重要的 我個人認為 他是應該那天 我們在九龍基地有試射 哦 他當然 借著這個 神盾借著這個 這個機會 他來 要不然他為什麼派這飛機 來收參數 而且 以前從那天 往後面來過 加山基地 他除了在測試我們的反應 以外 我們同時他也在生死自己 你說 老陸這次在大街的飛機 他們呢 他是衝突預警機都派過來 對 他是來收集台灣的參數的 台灣跟美軍之間的參數 到底是怎麼連結的 所以你說 你不然也不能理解 為什麼剛好一個神盾借 就在台灣的外海 對 對 所以這個是他有進化的 為什麼這樣 因為 你讓我想到 我們剛畢業的時候 我們奔到外島的時候 也是這樣的 我們去之前的時候 把所有的守備機關讀完了 到那邊一接的時候 居然我們今天的計劃叫做 樂成聯盟作戰計劃 叫樂成 當我們的外島發生狀況的時候 第一集的時候 我們全部藏在地下 我們所有的那個 人家在高登的時候 在高登的時候 全部藏在地下 你只管打你自己的目標 然後要求我們的是什麼 我們所有的戰備的水 代表糧食這些 這些三小時 一定要通過 三小時 三小時通過以後 台灣來的那個 那個部隊 支援部隊到 然後 接著下來 就是美軍 他啟動戰神聯盟 做戰計劃的時候 他有200架的 X16的飛機 跟20艘的神盾 是來支援我們的 那整個跟第七艦隊 怎麼去做連結 都是我們在那時候 訓練的重點 而且我們 像每個巨點的指揮官 他是規定你 我們三個月要有一次 做什麼你知道 是嗎 板竿正義 我們全部上了船 繞著我們自己的島 走到這個島 OK 天國 你的事要是正義 在那裡 好 當作夢發生的時候 我要看我的兵力部署 我平常的機槍在哪裡 我注意戰鬥的時候 我的兵力夠不夠 我的死角在哪裡 人家的炮 能不能都在外面 來看自己的死角 對來看 那大家互相看 同時也知道 我們右邊是玄盒 我們左邊是瑞德 對 那我下面的時候 下方是誰在部署 所以在這種的狀況下 去養救我們 作戰的概念 把這些媒體播 因為這個都是 如果你們上他的節目 看他的節目 他片段片段片段 人是健忘了 忘了 有要知道了 再健忘了 銜接不起來 如果把這些你可以把它連結起來 大概就連結起來了 有沒有 有沒有被連結的感覺 所以他 這個李天斗是 情報局的上校退役的 他知道很多機密 他也公開講 他講得很清楚 台灣怎麼樣配合 美軍的太平洋司令部 做他 就是由他們來整個指揮 會主導整個台灣海峽這邊的 對中國的任何的這些 產生的一些狀況 所以美日跟台灣 目前我們所看到 因為台灣有 台灣這個問題是被政治處理的 所以很多事情 只能做不能說 只能做不能說 因為有 簡單於增加複雜的因素 就是中國的 限制力介入台灣 然後讓台灣這些島內 更混亂 更混亂 所以這個部分 我相信美國一定很清楚 美國一定很清楚 有沒有 國務卿 他已經是國務卿了 所以川普這個政權 一上任之後 他很清楚 他長的步調都很清楚 有些東西可以還 他就還 不能還他就 最精準到位 精準到位 有沒有 這個最早是歐巴馬講 歐巴馬講一次就沒講 可是他一上海就開始講 一直講 不停止 也不准登堂 他憑什麼這樣講 中國的外交部就不爽 爽說 我們中國的那個海域 南海是中國的那個海域 為什麼要美國人 美國是相關的這個國家 為什麼要介入台 那個南海的事情 可是他不清楚了 在舊金山和平台會 第二條很清楚 我跟剛剛講過嗎 南沙建島西沙建島 也是美國的佔領地 美國說這個是公海 他說是公海 他說是公海 就是公海 他們說了算 因為權力在他手上 我不要明講 這個是我的佔領地 我不要講 但是 我說他是公海 你們怎麼樣 那 這個國勤強勢 你們不要再給我等到 否則的話 你不要逼我派飛機去炸你的島 對 他的意思是這樣 那他現在已經給丟了這個棋 也丟了這個問題給中國 看中國要怎麼接招 如果中國硬要進入島 島礁裡面 他們說 類似二龍是 入侵赫里米亞 他們說這個叫入侵 有時候別外國的土地侵入了 沒有經過的同意侵入了 那個就是侵略 有沒有 類似 提勒斯強硬指責中國 他認為中國在南海造島 進行軍事部署的行為 類似俄羅斯 入侵克里米亞 川普政府 將要求中國停止造島 且不得從事軍事活動 他表示 我們將向中國發出明確信號 第一 建造河東島必須停止 第二 不能登島 他們說我們在侵占領土宣稱 他們在侵占領土宣稱 控制這些不屬於中國的土地 這邊寫得很清楚 這裡這一段 他們在侵占領土 誰的領土 誰的領土 為什麼是美國出來嗆聲說 你們在侵占 我們的土地被侵占 所以就近三個月已經把 南沙青老虛 南海的那個決定權 交到美國的手上 也就是說 所有的地域由美國來說 他說這是公海 就是公海 大家都不要 都不屬 都不要屬於 為什麼南海 一定要變公海化的原因 是因為 南海 一年有五兆的經濟的這個貿易 從那個經過 他不能變成是火藥庫 不然的話 要繳買物錢 如果中國在那個地方 有軍事設施 附屬了一些 你不聽話 就把你打下來 把你的油油打下來 所以美國怎麼可能會 允許你中國 這樣就危害了西太平洋的安全 也危害了美國的利益 那有關這個南海的部分 美國也都已經做了準備 美國派什麼呢 會派V-1火炸機 V-1火炸機 有精準打擊 V-1火炸機 在九月初的時候 美國工軍 在莫斯科灣 對第一艘超音速戰略轟炸機 進行了反艦 在這次試驗當中的飛機 向目標快艇 投擲了六枚激光製導炸彈 準確的命中的目標 據美國軍方律師分析說 第一艘系列轟炸機的 戰略定位 就是全天候搜尋 及打擊海上小型艦艇 輔助艦隊完成相當的任務 那這款代號為 槍襲兵的戰略轟炸機 服役已經有幾十年的時間了 在伊拉克和阿瀚戰爭當中 可以說是表現突出 那它現在 又將這個目標轉為海上 是否意味著 美國戰隊的一次 重大的調整呢 接下來就這個話題 我們繼續請兩位嘉賓 做分析和點評 我們來說 9月份這次 B1B的試驗 所謂的 投擲了六枚激光製導炸彈 都準確地運動了海上的目標 那它這次的主要目標任務 完成了怎樣 這次看呢 B1B開始嘗試海水的線 有可能是意味著作戰成立的轉型 一般B1B呢 在晚戰期間 它絕不是去打海上的小型 主要是以摩斯科 另外這些 導彈發射機 這些戰略目標 都為它的基本的突充目標 這次呢 它把海上的小目標 高速目標 當成它的主要攻擊目標 而是各種激光製導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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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像以前是初期 說這精彩很好 但是轉得很柔 目前這個情況已經基本解決了 從現在看它使用的激光製導炸彈 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激光製導炸彈 肯定是一台產 一級必用 從這個點看 今後它激光製導這肯定有 另外還有數據鏈 還有有GPS 就把多種製導模式 並連到這個炸彈下 這樣它對於移動目標 有非常強的打擊力 今後如果是突擊對方 海岸上的這些小目標 以及對航空編隊內的 那些大中型目標進行突擊 美國人有多力反的角度 我們再看B2 B2紅炸機 所以我們看B1B現在已經在關島 那到關島對台灣的距離 大概在中間 B1已經很久沒有從美國本土飛到海外了 這一次部署到關島 就一直就是要到南海 準備做 做轟炸的動作 其實這個事情在去年 前年 去年 去年六月 就要執行了 那是歐巴馬 就把他攔下來 他說要等那個習近平之後 結果我們再講到 結果習近平不鳥他 所以他就在那個晚宴裡面 就直接打電話給太平洋的司令 說可以打 可是軍方就告訴歐巴馬說 那個時間已經過了 有效的時間已經過了 沒有用了 人家已經會做反思 要不然他們一定會派那個B1紅炸機 那時候我們異估會派B1紅炸機去那邊 因為B1紅炸機 他是全世界唯一超音速的這個紅炸機 他超音速 就是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他是立中 他就炸完就走了 那剛剛他不是說精準炸彈 有時候那個島在空中很小 但是他因為他有那種精準 他那種那個能力已經非常精準 所以他想要打哪裡就打哪裡 就把他把他摧毀掉 那事實上他那時候被摧毀 事實上那就很好玩 可是美國這個最高領導者 可不是這樣想 可是他這樣想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後悔 後悔了 F-35是日本接收首架的F-35 當然中國還有什麼 其實中國的空軍跟海軍 絕對不是美國日本的對手 日本有能力在最短的時間內 把中國的海軍殲滅掉 但是空軍來講的話 那美國那一定要美國來幫忙 那這樣的話 這空跟海絕對 很快中國就被解決掉了 那現在中國最可怕的武器就是導彈 它的東風41型 東風31型 東風31型 東風21型 這一些導彈 那美國現在的策略說 中國你想要跟我平衡也OK 因為我們來軍事禁備 那個競賽 但是這個是一個誘導 那美國希望說 第二次那個 第二次針對這個共產國家 給他做裂解的動作 第一次在蘇聯冷戰時期的時候 在雷根的時期 把蘇聯把它解體了 那川普一上來就直接講白了 這個就是川普的個性 他心裡想著他直接直接講 不會不囉嗦很直白的 我就是要想像雷根一樣 雷根是一個偉大的美國總統 我將來也是一個偉大的美國總統 那他的對象就是指中國 只要美國有錢的壯大了 他的內心都解決了 內部的都解決了 我想相信他第二任都還有機會當選 那這個時候 我想應該這兩任就有半 這八年內 一定會有一定會有一些結果 一定會有一些結果 這四架做好了 日本就自己做 因為日本的生產線已經起來了 全世界自己生產的國際就是日本 美國只有給日本 目前他們已經拿到了這四架 剩下的三十八架日本自己做 他自己有生產線 可見他對這個逆中戰機的技術 日本已經擁有了 也就是說他不像那個 中國他自己研發 他又沒有那個技術 他只能用盜取 去網路那邊去偷人家的技術 這個這個是MQ25 是X47B的縮小版 我們看X47B 可能你們會認為說 不就是在空中加油嗎 這架飛機裡面沒有人 這是無人飛機 也就是說美國已經有那個能力 又很遠 他可以把 他可以控制非常遠的幾千公里外的 這些無人飛機 他要告訴你的是怎樣 那他在空中加油 就是說他要增加他的航程 增加他的眾生的距離 因為中國是一個非常廣大的土地 他的整個導彈都放在陝北那個地方 就是靠近蒙古那一帶 新疆那一帶 非常遠 他們也擔心會被美國炸掉 所以因此美國就想說 用這個無人的飛機 中間 他被攜帶一頓的那個核彈頭的時候 他發現了那個 那個是那個什麼 那個中國的導彈基地 他就在中國在不清楚的情況下 就被摧毀掉了 那這個又是立宗 你看注意 你看他沒有織尾翅 你們看 整個雷達屏幕裡面 看不到他的 所謂立宗就是說 他在雷達裡面看不到 那現在做那個 對敵機的偵採 一定要不需要雷達 如果你等到他們 你看到他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 看到他的時候已經來不及 他已經第二飛彈就走了 丟了飛彈就走了 那因為這個XGV很成功 非常已經很 算是非常先進的 這一些無人飛機 那X35可以說 是美國最後的有人飛機 有人駕駛的飛機 未來美國會走向的 都是無人的 都是無人的 沒有人沒有人 然後 地面的人可以控制 他好像遙控 遙控電動玩具一樣 那這個是縮小版 因為這個比較便宜 這個比較便宜 那以後 航空母艦都會配備這種 這種飛機 都會配備這種飛機 所以 美國軍事佔領 美國要進行對 法律義務 現在至少已經講出來了 已經公開宣示了 我們要對台灣這些關係 那 你到底已經有台灣關係法了 美國為什麼還要提出這個 所謂的法律義務 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一下 台灣關係法有啦 你們按照台灣關係法 進行就好啦 那為什麼還要再講出 我要對台灣的法律 咦 這些台灣的法律義務 很多台灣的一些學者 看不懂聽不懂 有些知道可是不講 但是如果有在台灣政府 法律學院上課 大概就會明白 他還有一個法律 因為美國一直不從他們的 美國的政府部門的嘴裡出現 舊金山契約 從來他們不講 這從1979年以後 沒有舊金山契約的終於 那不代表舊金山契約不見了 或者是取消或者是無效的 如果舊金山契約無效 那土地區日本就有權力介入了 那舊金山契約裡面規定 日本不能介入 連說 連宣告說台灣是他 日本帝國的都不能 台灣是我的也不能 舊金山契約規定他不能這樣 公開宣示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說今天舊金山和平條約失效 那日本就不需要去 背這個調一首耶穌 日本就可以直接來 打他的那個 軍隊就可以來台灣做 做保護喇叭 中華民國把它 看他們怎麼處理 我要求你們和平處理 那是你們兩岸中國人的事情 那現在台灣主要是 因為這幾十年 大家走 教育 台灣人以為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那從來沒有其實搞過 外國人怎麼看台灣 從來沒有去思考 考這個問題 外國人稱台灣就不用那麼殺 台灣是新的名詞 是中國人強加在台灣人身上的名詞 好 接下來 有沒有 V3 以前風炸機 高超音速遠程飛行 有沒有 最佳的飲行效應 他的 他比那個V2的那個更小 大概是0.1平方公尺 大概就是10公分 在人对北达去判断的话 他就会施工的 那这个B3控制是美国要生产 那没有绝对武能力很强 美国不会做 如果他的对象都很弱 干嘛要做那种先进的武器 不用 因为这个美国就是有进攻企业 美国进攻企业占了美国GDP的15% 很大的一个棒 所以他们要卖武器 要卖武器 去让他们在国内能够生产 那他就必须去制造一些 跟他同等的那种 那种威吓的那个力量 他要去制造出来 他先制造出来不是谁你知道 就是中国 他现在跟俄罗斯和好 但是呢 他就说我的假想笔就是中国 地址中国 那美国也不讲白 他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要 要防止那个大伯 一些大伯对小伯的攻击 所以我们才去制作这些武器 他们都是这样子讲 继续就是这样子 F22 我讲过 从高雄到台北 他超音速巡航 两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所以在空中 这个台湾上空到流鼠群岛 到飞兵的群岛都是他的有效派 他可以用超音速巡航的方式 那他这个超音速巡航 主要是他这个超音速巡航 跟F16比 F16为什么不是困难超音速巡航 是因为他的发动机没有办法 这个发动机的设计不一样 他的发动机是可以耐高 跟他一些设计 可是F16或者F16 的声音速室 就是让他设计 他给他来说 他在这种区别 你可能会设计